太帅了 Korea people like ok You like ok No Chinese people like Korea people go the shop ok Hello大家好我是星星 之前我和我闺蜜不是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我们当时是去韩国自由行的 其实从我开始发韩国的视频开始 就有很多人给我评论说让我出一下韩国的自由行攻略 但是因为那段时间比较的忙 所以我就一直拖着没有出 那这次眼看着这个十一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我这回没有让你们失望 我整理了那么厚一打的韩国旅游攻略给你们详细的说一说 如果说你是因为标题而吸引进来的话 那我也恭喜你不需要再去看其他博主的视频了 因为这条视频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求 这条视频我会从出游前的准备 然后到了那边的一些住宿问题交通问题 还有吃吃喝喝 以及你们最关心的买买买 反正这条视频我觉得算得上是一个保姆级的攻略了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不要白嫖记得三联哦 第一个就是办签证 当你定好了你的目的地 如果它不是免签的国家或者是落地签的话 你第一件事肯定要先去办签证 办签证的话我一般就是会去找一个旅行社帮助我去代办 签证到手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订机票订酒店了 航空公司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东方航空的 因为可能我认识几个乘务员什么的都是东方航空的 像春秋什么的话可能机票便宜一点 但是它的体验感不是很好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然后就是住宿嘛 这次我是住了两个酒店 一个是在江南区的福棚喜来登 另外一个是在宏大的2YSE 这个酒店好像是个四星级吧 反正我是觉得它非常的不错 在我之前的vlog里面有拍给大家看过rom tour 这回我要着重的去吐槽一下江南区的喜来登 我们当时在网站上订的时候 有备注说要层高一点 但是到了那边给我们的房间是12楼 是比较偏低一点的房间 那也就算了 我们拿行李进去以后 整个房间里面都是油气的味道 进那个房间就听到了外面的摩托车 以及跑侧的声音 然后我们就6楼前台 我们就跟他去反馈了这个问题 到了19楼我才知道这个12楼的房间是有多差 它的层高都不如19楼的高 它明明是一样的房型 而且19楼的房间会比12楼的房间稍微的大一点点 19楼的房间也没有那种油气的意味 就算我们到了19楼 那个摩托车和跑车的声音 依然就是层出不穷 你根本别想睡一个好觉 酒店的龙头 它很温 有的时候就是很烫很烫 有的时候就冷水出来 希望他们可以改进一下吧 我觉得这样的住宿体验 以后会越来越没生意的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先住的这家酒店 后面再去住的2YS 所以会觉得2YS真的很赞很赞 我知道有很多姐妹出去玩 都特别喜欢住民宿 但信心我的话 我就不是特别爱住民宿 因为我以前有住到过一个民宿 就是它的床单上面竟然还有写 这个真的是我不住民宿的主要一个原因 就我觉得这个阴影有点太大了 反正关于住宿的话 我觉得它的住宿的一个舒适体验 以及它的安全性和它的一个地理位置 也就三个点的话都非常的重要 订好了机票和酒店之后 就是去银行换钱 我这次是一共换了1890块钱 也就是31万韩币 我建议大家如果两个人出游的话 就加起来5000块钱人民币的韩币 纸币什么的 毕竟也容易掉 而且不是很安全 所以大家出国玩的话 换钱的数量你们自己控制好 反正不要太多 挣好就好 最后一个事前准备就是关于上网卡 很多人去韩国都说要租上网带 其实很不方便的 之前去问了一个代购的朋友 他跟我说直接去移动 因为我是移动的 然后他说直接打10086 或者是涨上营业厅去开通一个全球通的业务就可以了 你去几天就开几天就好 下一个点就是关于你出国的时候 你要带多少东西 因为我这次旅游就是美副明月的购物旅游 所以我就没有带很多东西 像护肤品化妆品 我也都是带了一些比较小的 但是出去玩你就转换头 肯定是要自己背一个的 然后我还推荐大家再带一个插线板 因为现在充电的东西确实很多 你光靠酒店那几个插头根本就不够 所以我每次出去都会带一个插线板 可以充手机充相机 然后电卷棒充电宝还有直发板 因为我知道我会买很多东西 所以我这次就带了两个箱子 一个超大的箱子 一个登机箱 然后去的时候就可以把登机箱 塞在那个大箱子里面 就变成一个箱子托运这样 你在韩国本地可以买一个双肩包 又或者你可以自己带一个双肩包 我就把超重的那一部分 全部都塞到我的双肩包里面 然后人肉背回来了 还有个朋友他们告诉我的 事前的准备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就是开始在飞机上发生的一些事了 在去韩国的飞机上会填两张单子 一张是入境登记卡 另外一张是大韩民国的海关申报表 反正你们就按照自己具体的情况去填就好了 但是注意你那个地址千万不要写错 就是你住的酒店的地址千万不要写错 因为你写错的话可能你就出不了关 还要你再单独重新去申报 会很麻烦的 然后关于交通方面 我因为比较图审市 所以我当时在韩国都是打了出租车 打车的话是要用现金支付的 出租车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也很方便 但就是出租车的司机年龄都非常的大 然后他们也听不懂英语 其次那种软件上的地址 大部分是英文地址 他们也看不懂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找酒店前台的那些客服 然后让他帮你写一个问路卡 你要去哪里的韩文地址写在纸上 你们以为这样子就够了吗 No 原因呢不是他看不懂这个卡片 而是卡片上的字太小了 他们可能老花看不到 最好的解决方法呢 就是当前台写好了问路卡给你 你直接拍在手机上面 到了车上 你把那个照片拉大给他去看 这样子就OK了 黑色的出租车千万不要蓝 千万不要蓝 千万不要蓝 它很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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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普通出租车的两倍吧价格 既然是自己出去玩嘛 那这个导航软件肯定还是要背几个的 如果要去韩国首尔玩的话 百度地图还是比较好的 它比较的准 在清潭洞的店 它都有地址 都会带我去正确的地方 我用高德 绕了几圈我都没有到我要去的地方 那至于坐地铁和公交车呢 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坐嘛 所以我不太知道应该要去怎么做 我在网上follow了几个公交车站的大巴站点 我到时候给你们贴在这边 如果有用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景点 其实我去了韩国之后我真的觉得 韩国真的是一个购物城市 它基本没有什么景点 我去的景点也就只有景福宫一个 它门口有很多租韩服的地方 穿了韩服景福宫就不需要买门票的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拍拍照啊什么 第二个景点呢就是首尔塔 虽然我没有去啊 但是这算是我的一个遗憾吧 我其实是有计划去的 但后来时间的问题就没来得及去 其他的话 我真的没有觉得有什么景点可去的 下一个呢就是你们最关心的买买买 其实去韩国嘛 不是去玩的就是去买的 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新世界百货 以及这个乐天免税店 当然了如果你还是很介意前两年乐天 做的那个事的话呢 你也可以不用去乐天啊 反正就看你们个人的选择啊 像这两个免税店啊 它都是开在商场的楼上的 你如果在免税店买不到东西 你还可以直接去它的商场里面买 价格的话呢其实差不多 关于这个交流的问题 你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在免税店里面呢 很多很多都是我们东北的姐妹们 可是这个百货商店就不一样了啊 不过以我的经验他们的理解能力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像我这样的英语水平 他们都能听得懂 所以你们应该很妥 我的英语真的很差的 逛免税店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客服服务中心先去办一个 翻天卡金卡银卡这种东西 你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给你打个85折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是 支付宝付款比较划算 还是银联支付比较划算 因为它时不时的会有活动 除了免税店买化妆品买包包买奢侈品以外呢 如果你要买饰品啊服装的话呢 我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去灵鹰道那一块去转一转 它那边真的太多太多的小店啊 还有一些设计师品牌的店了 设计师的牌子的店比较贵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去宏大那一块 几次呢在韩国买衣服啊 我还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运动品牌 那边的运动品牌真的很便宜 除了这些呢在韩国买东西的话 我还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Oliver Young 它算是韩国的去城市吧 你去逛Oliver Young的时候 你会发现80%都是韩国本地人 还有呢就是买美瞳啊 我当时一共买了两个牌子的美瞳 我会比较推荐Allens的 就是Blackpink代言的那个 反正就是我戴上眼的话 会比较的舒服 那个Allens的另外一个牌子 我最近戴的话会有点眼睛会酸 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吃吃喝喝 其实我这次去韩国 我最满意的一顿饭就是生鸡汤 比国内吃的那种韩国料理店的生鸡汤 好吃一万倍 如果说像你要去吃一些路边摊 像我当时啊 我就去宏大那边吃了韩剧里面的那种 红棚子里面 然后真的蛮失望的 我看韩剧里面那些男主女主 吃的一个个不都挺开心的嘛 怎么我吃的时候就觉得蛮难吃的呢 还有我当时吃的那个炸鸡店 好像是叫邦步吧 是在江南区 如果你们要去韩国玩 一定要去吃一下韩国炸鸡 真的国内的那些韩国炸鸡 简直就是 另外呢我还要推荐一家 在宏大商业区的一个 猪肘店 对它好像开了三十多年了吧 好像每天都要排队 但是我很推荐它里面的饭团 超好吃 我到现在有的时候晚上啊 饿的时候 我还会想到那个饭团的味道 这里呢我还要再给你们 唠一个小颗啊 就是关于这个问路 嗯 欣欣我啊 我刚刚说了我英语真的特别的差 地图呢软件呢 其实它也没有那么的准 那我是怎么去找到一些比较好处的店 就是去搭散 搭散 你们既然去买东西的吧 你去这些店里面买东西 你干嘛那么多东西了 你问个店怎么了对不对 我打个比方啊 Hello We want to eat something Do you know where can we go 可能有语病的英语啊 因为韩国人的英语也不好嘛 就这么跟他们说 他们就能懂的啦 他就会问我你想吃什么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不会说烤肉嘛 然后我就会说 Korea people like ok You like ok No Chinese people like Korea people go the shop ok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 韩国人真的去的那些店 去了以后真的就没有中国人 全是韩国人在那边吃 所以呢 大家问路啊之类的 真的可以就是随便逮到一个帅哥 就上去问 对了还有这个韩国的便利店 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反正我在那边的时候 每天都会喝陶瓷牛奶 真的很好喝 今天的分享呢差不多就完了 其实我想说 这个韩国的美女帅哥 确实真的很多 最后呢就是我觉得 在韩国的男生和女生穿衣服 真的很有品 特别是零音道清潭洞这一块 就感觉那些印词上的大神网红啊 就是坐在街边的那种咖啡店里面 喝着咖啡的那种人 你知道吧 如果你们要去韩国玩的话呢 反正这个钱准备好就够了 其他都不是问题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这期视频应该做得很详细了吧 可能你们看到的视频 可能就十分钟或十几分钟 但我已经录了快两个小时了 我快讲了我喉咙都快废了好吗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啦 祝你们十一玩得愉快 我们吧 这是一个小小的邂逅 就是关于问路 我当时跟我闺蜜 就是想要找那个炸鸡店 你知道吧 然后没有找到 然后就路 看到远方来了一个西瓜头 戴着耳机的少年 刚抬头跟他说 哈喽 那时候跟他对视了吗 我就看到他的那个双眼睛 简直就是从电视剧里面 走出来的男人 我整个脸 爆红到我耳朵 然后我就很假装淡定说 拿图片给他看 Do you know this? 然后他就笑了一下 到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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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说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他戴上耳机就走了 我跟我闺蜜 立马就走到前面的路口 右转 然后两个人对视 在那边尖叫 太帅了 太帅了 好 低调一点 毕竟我也是一个百万粉丝的人 我不能 我不能这么的 不矜持 我也是见过大场面的好吗 但是那次真的 就是惊艳到了 真的有点帅